野生动物不能吃了 那咱们吃点核鲜 海鲜应该没问题吧 这应该是如今很多人的心声 与野生动物相比 鱼 虾 螃蟹 生蚝等核鲜 海鲜看上去确实要无害多了 对于一般人来说 大不了就是吃多了引起腹泻 只要不是过敏体质 应该是没有生命危险的 这种看法一般来说是没错的 但有一种核鲜 咱可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它就是田螺 田螺在我国各地的淡水湖泊 水库 稻田 池塘沟曲 均广泛分布 因其肉嫩味美 成为人们喜爱的水产品之一 特别是南方人 把它作为奇产佳肴 目前人工养殖的田螺也有不少 与虾蟹相比 它价格清明 是普通百姓都吃得起的美味 事实上 研究表明 田螺营养丰富 富含蛋白质 脂肪 硫氨素 维生素A和钙 磷 铁等 多种人体所需成分 但近几年来 由吃田螺引起的医疗案件 其实并不少 这是为何 经过调查发现 这些患者在自行捕捞田螺 或者在饭店吃田螺时 其实都误实了一种名为 福寿罗的软体动物 福寿罗的贝壳外观 与田螺相似 喜欢生活在水质清新 而要充足的淡水中 生活习性和田螺也基本一样 但与田螺不同的是 福寿罗是有名的健康杀手 福寿罗是多种寄生虫的宿主 据不完全统计 一只福寿罗含有的寄生虫 可高达6000条以上 生死它 就是将自己暴露在寄生虫的包围圈中 哪怕是经过高温加工 也无法完全杀死这些寄生虫 人体一旦感染这些寄生虫 心则出现头痛 发热 颈部僵硬等症状 严重是可导致痴呆甚至死亡 既然福寿罗有这么大危害 那为什么还屡屡出现在市场和饭馆里呢 一方面是因为 对非专业人士 要将它与田螺区分看有难度 另一方面则是 因为福寿罗价格便宜 不常常家不明白其危害性 便一次充好 那么我们普通人 该如何区分两者呢 一 看肉色 福寿罗肉色较浅 田螺肉色青褐色 二 看个头 福寿罗个头很大 田螺个头小 三 看外形 福寿罗屁股塌 田螺屁股尖 四 看颜色 福寿罗的外壳黄 田螺外壳青褐 不过这种通过比较来区分的方式 对普通人来说或许还有难度 最好的办法其实就是 尽量少吃田螺 将风险扼闪在摇篮中